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接下來是我們下一個議程 那我們這個議程是陳炯庭 那我不知道這是誰 我們都叫他Tom 然後他的talk其實我也不太 搞不懂是在幹嘛 就是準備很多gass 然後之前有稍微看過一下效果 然後反正是一些 就是會發光的 會有聲音的東西 好 那我們掌聲歡迎他 謝謝 這個有聲音嗎 shutgun 要近一點 好 我 喂喂 喂喂 喂 沒有 Test test 等一下shutgun可以幫我看一下 還是接沒有 測試一下 有了 好 好 大家好我是Tom 然後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個題目是LED眼鏡背後的蟒蛇魂 記一下 好 然後在這個talk開始之前呢 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其實在今年拍抗截稿的前一天還前兩天吧 我在星巴克看書 然後呢 因為之前我是Django Girls的教練 然後就碰到了一位我這一組的學員 他說他看到我這樣 那當我們是後來在臉書上面傳訊息聊天的 然後 然後 所以就稍微問他一下說最近如何啊 然後 鼓勵他就是繼續用Python或是用Django 然後 然後就跟他說也許可以參加一些社群 像台北打拍或是PyCon之類的活動 然後 然後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所以我才偷了這一次稿 所以就剛好在一天 只剩下最後一天的時候就 就撒面出去 這是我在PyCon的第二場 比較正式的talk 好 所以 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可以做善事這樣 對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會有一些回報 以什麼樣的形式回饋到你自己身上 然後 所以既然提到Django Girls呢 所以 要提一下 因為現在的那個主辦人啊 就是工作太忙碌了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持續這個活動 因為他好像一兩年沒有辦了 如果有人有興趣想要持續這個活動的話 也可以跟 就是 現在的主辦人 你需要 或者是你可以找我 可以幫你牽線 然後看是不是也要再延續這個活動下去 好 好 那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Tom 然後 對 我主要其實是做full stack 然後full stack的話 backend做比較多一點 就用Django或是Tornado做一些東西 然後 然後 同時也是做一些多媒體的開發 所以就是用C Sharp或是Unity 做一些多媒體的專案 那同時也做一些 營運的東西 像是一些Linux 雲端或網路的架設 對 所以這個是主要是我專業的部分 然後 然後 同時我有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 我是鱷魚樂團的團長兼Keyboard手 所以 一個是我吃飯的工具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的興趣 所以其實從很久以前 就一直有人問說 我可不可以把這兩個東西集合在一起 所以在2014年的時候 我就在PyCon APEC的閃電秀給了一個很短暫的talk 叫做Python跟Live Music Performance的結合 所以我們現在很快速的來過一次當年講的一些東西 所以一開始我就在想說 這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會變成是什麼樣子的概念 然後 每一次想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想到說 我可能要開發出一個類似這樣的東西 然後 對 這東西感覺就很燒腦 這對我來說太hardcore 然後 我記得 好像這 這一兩個禮拜吧 這個 台北Python的Facebook的社群好像有人 最近有人在討論DAW 對啊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有點太hardcore 所以我就細數一些我比較擅長的東西 就一些前端後端一些網頁的東西 然後跟 也許是keyboard或鋼琴的彈奏 所以我想說 那這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有一天我就想說 也許我是可以 控制 螢幕上的內容在 我彈奏的時候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現在一些表演啊 一些比如說熱音色或什麼的一些懲罰 或幹嘛的 它可能就旁邊都會有一個投影幕嘛 所以呢 就是會有一個output 所以 它也可以是網頁的形式 或是其他的形式 來去控這個視覺上的效果 所以當時就想說 我可以一邊彈然後一邊去控制 那這樣的話就剛好take care了 就是一個我比較擅長的兩個部分 這樣 那如果你想到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就是示意圖大概是長這樣 對不對 那這樣你會覺得其實還蠻無聊的啊 因為其實你就找一個人在後台空就好 你幹嘛做這麼累人的事情 對 然後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其實就不酷了 對 就是這麼單純的原因 當然不只是這樣啦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是說 如果你的彈奏的東西是比較有節奏性的話 那後面的那個空台 就等於是跟著前台的樂手一起在表演 對 因為通常你看到剛剛這種投影片形式的人 你可能就會覺得 它就是換下一個slide換下一個slide 所以空它很簡單 但如果說你今天做的視覺效果 是直接跟著這個歌曲的flow的話 你可能就沒辦法這樣做 所以如果它可以根據樂手彈奏的東西 直接同步去製作一個視覺上的效果的話 它可能就會非常不一樣 對 那當時的想法是要如何達成呢 其實就是 右半邊就是用keyboard 然後呢你就是簡單的發聲音 那你可以用軟體音源 或者是你用它的這個琴自己發出來的聲音 就ok了 然後 如果是鍵盤類的樂器的話 它通常電子的鍵盤類的樂器 它通常都會有MIDI 所以呢你就可以直接 把MIDI訊號串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所以這個時候就做一個簡單的 就是Python的Server 我是用Tornado做的 然後跟PyGame提供的這個MIDI的這個API 所以我就可以截取到我全部彈奏的內容 然後呢接下來我截取到 偵測到我想要偵測的東西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送到我的前端去 然後我就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效果 對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像這樣 就是如果我可以去截取我彈奏的東西嘛 然後去看它有沒有就是符合我預先排定的一些樣式 然後呢如果有的話 我就把Event這個PASS到前端的這個Frontend這邊來 然後再看我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把那個全部的MIDI的訊號 全部都就是PASS到前端 所以呢這個可能就會是長這樣 就是我現在彈的東西 它就可以直接出現在前面 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我有一個規則是 G6就是這個音 然後跟C7這個音 那我就可以Dispatch一個Coin的這個Event 所以就會像這樣 然後就可以製造一些好玩的效果 對就是類似這樣的感覺 然後當然除了就是做這種Event的Dispatch之外 它這個是比較簡單可以想到的 那另外一個比較我覺得比較酷的東西是你可以 所以你其實某個程度可以去偵測它的Pi值 所以譬如說這邊有四個小節 然後呢它可能就是這個它是彈分解和弦 所以它每一個小節的第一個音呢 第一個Pi值剛好都有一個音是你可以去偵測的 那我就可以記錄第一個小節的時間點 然後跟第二個小節的時間點 那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小節它總共是花多少時間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預測我現在彈的速度 所以一般來說 達到這樣的事情的樂手 它都是它會有一個耳機 然後耳機會有一個預錄好的東西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節拍器 所以他們在現場表演的時候 都是聽你的Click 然後這樣再用 但因為它只會在它的Monitor裡面聽得到 所以外面的人聽不到 它就是根據那個來對的 可是這樣的話 其實如果你是很隨性 或是像我拍子對不準的話 那大家可能就會亂成一團 所以這就是另外一個approach 就是直接去偵測你現在的這個情況 所以譬如說這首歌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剛剛最後一次就一小節是1.22秒 然後它八分音符就是0.153 所以我覺得你右上角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1 2 3 4 2 7 8 我就可以把每八分音符全部都弄出來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歌詞的提示 就是類似這樣 那你也可以彈得快或慢 就會不太一樣 像現在的速度就比較慢 像現在的速度就比較慢 有沒有 大概在1點多秒的時候 當我們變快的時候 它就可以直接一起變快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當年就是用了這兩個東西 然後因為一開始那一次的Lightning Talk 就是想說有沒有可能用在我們當年的表演 那那一年的拍抗是5月多 所以在同一年的9月27號的時候 這是我們團的表演 我們就正式使用了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們團其實都是有正值 我們就是一個業餘的團 所以我們全部人要湊在一起都很 練習都很困難 所以我們一年其實有一次表演就投效了 我們有時候 我們大部分都是三年一個輪廓 我們三年才會有一個自己場的這個表演 好 所以時間很快就來到了2017年 那2017年的時候呢 就是兩廳院有一個30週年的活動 叫做眾生之所 然後當時我的同事 就是右邊這位王柏宇 他叫阿伯 然後他跟林強還有DJ Point的表演 剛好是那個表演的最後的壓軸就對了 然後現場大概長這樣 那就是一個蠻酷炫阿伯就是控這個視訊的部分 然後林強跟DJ Point兩個人就是負責電音的部分 那我的同事其實在那個的前後 大概前大概一兩個禮拜吧 他就找到了一個很疑話的東西 就是叫LED眼鏡 然後他那時候就想說 他就一次買了三副想說呢 如果有Uncle的話呢 他們三個人就戴這個眼鏡超酷的這樣 結果那一天啊超死了 所以就沒有Uncle 你知道現在場地如果超死就罰錢嘛 所以馬上就吵吵就結束 所以就沒有人看到這一個超酷的LED眼鏡 所以我就在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幹來用 這樣子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剛好我上次講的是2014的表演 是我們團的第一次的專場演出嘛 然後第二次基本上就三年後就是這一場 所以距離 因為剛剛那個兩廳院是10月嘛 所以這個時間點其實是11月4號 其實時間是非常短的 所以就要想說在短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我可以怎麼樣來操作這個LED眼鏡 所以我簡單先來介紹一下這個眼鏡 這眼鏡其實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是有一個 這個Arduino在他的側邊 對 我現場應該是準備有三副 沒關係 等一下大家會看到 然後他旁邊就是一個 一個Arduino compatible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就是可以接USB 然後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對 好 那因為他就是有附上他的source code 所以我們就想說那就hack他一下好了 所以hack的方式就是 就讓這個Arduino可以去聽 serial port 然後我就可以丟 serial port的一些 data 進去來控這個眼鏡 對 那他原本其實oh my god 好回來 他原本的功能其實蠻簡單 就是他有好幾個pattern 所以在LED眼鏡他原本插上電之後就會亮 然後他旁邊有按鈕 所以你按他就會改不一樣的pattern 他簡單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想說我怎麼樣在這個基礎下面來去做事情 所以呢 就是我就想到說那我把三年前的那個系統看能不能把它移植過來接支 一個接支的概念 所以就拿了三年前的code 然後三年前是用2.7斜 就把它破到3 然後我只有非常非常短的時間來做所有的事情 有多短呢 就是在最後一次彩排的前一天晚上 我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完 就是有點極限 所以做的事情就一樣就是hacker進去 就是反正就改一下 改一下他有附的source code 然後讓他可以接這個serial port的訊號 然後本來本來這張圖就是走左邊這邊 就是web socket傳過去嘛 我現在就改成用serial port 然後傳到我的LED眼鏡上 對 我本來是想說要自己去design這上面的pattern 後來發現根本完全沒有時間 所以呢 我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譬如說丟1 2 3 4 然後就直接switch他這個眼鏡原本內建的不同的pattern 簡單來說是這樣 好 那因為2017年的歌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需要重新設計 那你設計這些東西的話 就需要考量到很多點 譬如說我要抓什麼樣的音 來去trigger什麼樣的signal 然後你就要想說這個 譬如說它是一個比較節奏比較快的歌 比較動感的歌 那我可以在重拍的時候 或者在一些關鍵的地方 來去做這個偵測 那有時候偵測不一定是把LED打開 有時候是把它收黑也是另外一種效果 譬如說 假設有一個歌在一個很重的拍之後 就全部收掉的話 那你也可以把畫面全部 很滿的畫面全部一起收黑 那這個燈光跟視覺還有音樂的效果 就會全部搭配在一起 所以當年的表演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然後其實那一年 就是不是只有一場表演 所以那一年的第一場 結束之後的一個月有第二場表演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那就讓我的所有團員都可以戴這個眼鏡好了 所以我就自己去 因為我同事買了三副嘛 跟他借 那我自己就訂了一副 所以就四副我的團員 就全部都可以一起戴 但是四副就有一個很麻煩的點 就是說 簡單來想就是你拿一個USB 把它全部接在一起就OK了 但是你仔細想一下 就是你在舞台上 譬如說我在這個位置 然後鼓手可能在那一邊好了 所以你就要想一下我要用多長的USB的線 把它全部接在一起 然後如果很長的USB的線 它可能還需要接電 所以這就是一些比較複雜的地方這樣 那當年的表演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效果其實還不錯 但就是原判有點像外星人 不是 對 然後這樣子的表演啊 其實就是有時候你寫Code會很醜 然後但我覺得Code寫得很醜 無所謂 因為你只有一個晚上 你只有兩三個小時 可以把這整個東西弄好 所以你可能會HardCode很多東西啊 或者是很多地方是CopyPaste來CopyPaste去 或者是三年前的東西 一堆就是不用了 但是你可能也不會把它改好這樣 但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Code醜的前提是這個系統要穩定 如果你Code很醜 但你系統不穩定 那就會很恐怖 所以你大概可以預想到 你只要說在舞台上會發生什麼樣子的情況 那你就是至少在這些情況發生的時候 你的東西不要爛掉就好了 就它還活著 所以舉個例子 譬如說呢 總共有四副眼鏡嘛 那可能有一副就會爛掉或怎樣 那如果你是 這好像有點小 這只是隨便舉個例子 也就是如果你是直接HardCode這樣頂一二三 這樣指定四個的話 那如果你有一個爛掉 你直接Program就直接跳出來 那不是很恐怖嗎 在台上的時候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你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你的環境是被你控制住的 因為你就想Always四四個人嘛 但是有時候其實不一定是這樣子的 然後另外也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重新插拔這個LED 這樣的眼鏡 那假設我HardCode的這個Device的Path的話 那我重新插拔這個Path還會是一樣嘛 所以這事情都是需要就是列入考量的 對 所以如果這些東西會需要你重開的話 那其實相當之災難 因為你可能已經在台上 觀眾都在台下High了 然後你突然發現你需要重開你的程式 然後你可能要看著螢幕 確保全部東西都Work這樣 就很恐怖 所以在現場表演其實已經夠夠緊湊夠緊張了 那這個東西應該要是一個加成 而不是讓你變得更焦慮 好所以時間又來到了2018年 然後2018年的時候呢 就是又有另外一場表演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有沒有可以改善的空間 對 那 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USB的線其實都太長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有沒有機會可以把這些線 把它 譬如說咖斷或把它弄短一點點 然後 這邊就給大家看一下實際上的樣子 就是中間那一坨就超級長的 然後這麼長的線 它其實需要另外一條電源 然後你看 左邊就是那個USB的Hub 對 這是跟同時接的 還有一個網路孔 好 所以 所以 這是三個 三個眼鏡 大概是這樣 那 這個 就是 線很長 很多這件事情啊 就是在現場是很恐怖的 我們這邊的Deploy 就部署 是實體的部署 就是你部署在舞台上 那我們這個樂團發生的情況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這一個表演總共有五個團 然後我們可能是第三個或第四個 所以呢 你要 你要進去弄你的樂器的時候 是要比如說等到第二個團結束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十分鐘或五分鐘的休息時間 那我們要做的可能就是要把keyboard 扛過去 然後接全部的線 接踏板 接線 電腦弄過去接 一樣就接音源 然後就還要再佈這個 全部的這個LED眼鏡的這些東西 然後還要再把線這樣牽到所有的樂手旁邊 所以其實就相當是恐怖的一個工程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有沒有機會可以讓它變成是 類似無線的這樣 好 所以 當時的想法其實蠻簡單 就是把這個 LED眼鏡接上Raspbian拍 然後因為拍三有這個無線嘛 所以呢 至少有一端可以是無線的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但你就想說不對啊 但拍也要接電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接到行動電源上 然後它就變portable 所以這一組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它其實是沒有 就是它不用 它這一組開好之後就是這個樣子 反正就是一個很 蠻土靠的方式來做這個事情 但這樣子的話就變得非常簡單 因為 我們實際上就是每個人就拎一個小袋子 然後這東西裝在裡面 然後每個樂手自己拎的袋子 它就誰老跑 我就可以不用再去 他們就不會把全部的時間都卡在我身上 好 所以呢 一樣就是只有一個下午要把剛剛講的這些事情全部都做完 那包含就是我要先確認說這個事情的通了嘛 所以就先做了一組 那做法其實也就是可想而知 其實反正就是一個這個什麼 就是乾淨的Respian把它裝上去之後呢 我要確保每次它開機它都會連到我的Wi-Fi 然後我簡單就用固定IP 這邊就Hardcode了 因為這個就算 其他情況基本上是不太會發生 然後再來就是每次開機之後會直接跑我的Script 那這邊就改成是 就是原本的Pi Serial是跑在我的筆電上 那現在Pi Serial就跑在這個RespierrePi上面 然後我是用另外一個Package叫做Pi OSC OSC是Open Sound Control 然後這是一個在Audio Visual界裡面 大家蠻常使用的一個Proticle 然後就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做傳輸 那當然最後一個就是也是很重要 就是如果我把眼鏡拔掉再插回去的話 它基本上要是可以work的就對啊 因為如果有人不小心覺得它壞掉重新插拔 然後它就work也是蠻窮的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先確認了一次 這全部的東西都是ok之後 就是再把它clone到另外 就是把另外三組也做起來 然後再看全部四個效果是如何 那當然這四個IP就是固定的幾個 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最後的成果 反正就跟台上剛剛顯示的這一個蠻像的 對 就是一個Pi 然後直接把它綁到一個行動電源上面 然後再接LED眼鏡 這樣 好 所以呢 現在就來demo一下好了 那這個眼鏡啊 那這個眼鏡啊其實就有一個缺點 因為 就是我近視其實很深 所以 我戴上去之後其實我是看不太到的 好 所以 假設我現在 我現在弄了一個規則是 呃 彈這個音 噢 MG 它壞掉了 稍等我一下喔 好 好 OKOK 好險它 還可以活的 好假設我現在有兩個 兩個 就是一個Pattern是兩個音 所以我就按這個音再加這個音 它就會亮 然後放開的時候它就 它就 呃 就沒有了 然後另外一個Pattern是這樣 對 也是一樣四個 所以 呃 就可以做類似這樣的事情 好 這有夠我只會彈到這邊 我不太會彈古典 但我要講的事情是說 如果 你要叫後台的人 控這個節奏的話 其實 你就很難對準 所以它如果是 可以跟著 呃 就是表演者 直接弄的話 其實是 它會有點像是 另外一個樂器 你在 你要去想 你如何去去設計它 然後變成另外一種 效果 對 好 所以呢 另外這一個呢 就是剛剛有講到說 呃 對節拍的這一 這一首歌 然後這也是我們 就是後來 我們樂團的 我們 表演的那一首歌 這首歌叫 腦抽筋 什麼叫做R&D 寫口寫到腦抽筋 什麼叫做小缺心 今天整天沒回憶 今天整天沒回憶 寫口寫到腦抽筋 好 OK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呃 剛剛這個是結合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之前的表演 是沒有這個東西 但 雖然有一個這麼大的LED的話 當然就不用擺不用啊 就會有一個很震撼的效果 對 對 好 呃 所以 未來的一些展望的話 就是說 第一個是 想要看 我某機會可以 呃 就是讓它全部是做無線的 就是 我不要這個拍 我可以直接就這個眼鏡就好 但其實這事情 我有跟 呃 我有一些朋友討論過一下 因為它這個 這個 這個Arduino在上面 其實本身是沒有Wi-Fi模組的 所以 呃 如果要在家的話 好像會有點複雜 然後 就算沒有Wi-Fi模組 它也需要 背衣跟尿袋就對了 就是一個那個 行動電源啊 呃 所以不管怎麼樣 好像這樣子的組合也是 也是蠻OK的 但是因為你知道拍啊 就是很脆弱 有時候 它 因為它的那個 這個 這個記憶卡是 是讀寫的嘛 所以你知道拍有時候 如果你直接 斷電的話 它可能整個磁鐵會爛掉 我們之前碰過這種事情 所以 呃 就它的開關機 就變得要特別小心 那如果之後 可以做成ROM 或者怎麼樣的話 可能大家會比較安心一點點 我的想法大概是這樣子 嗯 然後另外一個是 呃 可不可能會有更多的一個 就是Output 因為剛剛其中一個Output 基本上就是 呃 一個是WebSocket嘛 就傳到Client端 然後另外一個是 LED眼鏡 我可能是用Serial 或者是用 Open Sound Control 這樣傳出來 那也有可能可以配合一些 其他業界 譬如說 呃 有一個東西叫Watch Out 那它有它自己的Protocol 我 我也 我也可以 可能可以送到Watch Out 或者是一些其他東西這樣子 OK 所以這是 呃 也許之後可以做的方向 然後再來是 Open Source 這個東西 呃 之前我記得2014年的時候 在閃電秀結束 我在台北打Pi 其實有 給了這個Topic 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到底怎麼弄的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人提問說 那有沒有可能可以Open Source它 然後這件事情 我其實一直記在心上 但是就一直都沒有發生 所以就趁著這一次 呃 這一次的Talk呢 我就把東西整理了一下 然後把它放在這上面 所以呃 大家可以編 如果有弄的話 大家可以編小力一點 因為你會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東西 譬如說一大堆的JQuery 跟可能有1000多行的HTML 之類的東西 對 然後呃 就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東西啊 基本上拉下來 把它跑起來 就是這一份Slide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這一份Slide的話 就是把它空下來 直接跑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上面有 上面有Sample 講這個東西 到底要怎麼運作 但你可能會需要 有一個MIDI的Controller 才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對 好 然後呃 所以呃 我的講大概就到這邊 然後想問一下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那第一個是 請問這塊系統 對正確實現出 變節拍 變節拍 或者不規則節拍的旋律嗎 等一下喔 在哪裡啊 喔 變節拍 呃 呃 就是你全部都要 都要自己寫 那因為 你提到的是 我要的幸福嗎 我要的幸福是 一個 很詭異的拍子 它就是 它好像幾個小節之後 就換另外一個拍 然後又再換回來 呃 就是自己寫Call 我只能這樣說 對 因為你如果 clone下來那個東西的話 你就會發現那個八分音符 就是我直接兩個小節之後 直接除八 然後去算出來 所以如果說 OMG 所以如果說 你可以去偵測到 呃 這個的話 可能可以做 因為它 它是這樣的 所以 這個東西的重點是在於說 呃 我怎麼樣可以去 去創造一個 unique的pattern 所以像剛剛 那個部分 我全部的bass 基本上都是同一個音 所以我就很難 拿左手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 這個東西其實 會需要一些技巧 因為你可能 會為了要製造 你這個unique的pattern 你需要 換一下你的和弦 你可能要改一些音 或者是你某些音不能彈 然後 讓它來去做 類似這個marker的動作 那你就可以 去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好 OK 那第二個 呃 有辦法把 LED的ardreno 換成 ESP866 compatible的版嗎 好 非常非常好 這個 我對硬體不熟 好 我要先講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是 我同事直接在網路上買現成品 那你們 呃 上那個網站其實就可以買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 可以把它換成這個東西嗎 我其實不太確定 我覺得它的問題應該是 就是 可以把那個ardreno直接拆了換別的 你說 這上面拆掉嗎 對啊 其實我是 我也想問這個問題 我 我真的不太 太熟硬體了 如果看到這個東西 就手會發抖這樣 就是它ardreno是 就是 可以清楚的看到它是一個ardreno 就是好像可以解焊 直接焊 之類的嗎 還是 是很整合 就是這樣下來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困難 它好像是整個弄好的 對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要仔細的看它的話 等一下可以來找我 反正我這邊有三組 對 好 那剛好時間也差不多 那我們謝謝湯姆 那 如果大家就是 退後要找湯姆的話 就是外面的高腳桌 交走一下 對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